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企业陆续开始进入开工状态,在风波之后,我们整理了一份来自Shopify的合作伙伴Facebook与Google针对疫情分享的业务建议,希望这份来自Shopify与合作伙伴们的贴心之举能帮助你重拾信心,重振旗鼓,零腰,来自Facebook的贴心建议一,时下,当你开始处理积压的订单,与顾客保持清晰透明的沟通,将变得至关重要。 商家应该双管齐下,既要及时高效地回应顾客问询,也要积极主动地与顾客进行沟通,从而帮助顾客设定合理期望。 在网站首页设置醒目提示,在网站首页设置醒目的提示非常重要,有助于确保消费者在访问您的网站时能够立即注意到相关信息,从而设定合理的购物期望。 除了首页,我们建议您还可以将这则提示展示于网站的所有页面,确保顾客能够窒息相关信息。 一则全面的提示应涵盖以下要素,解释企业的供应链和物流网络受到影响宣布企业的复工状况, 并承诺会尽快处理发货,告知顾客起订单可能会延迟,并提供查询订单状态的方式,提供客服联系方式,如客服需延迟反供,则列明恢复服务的具体日期不妨参考以下的讯息目版。 可考虑在您的Shopify仰站首页设置提示。 2.对订单交付问题,做好预判,物流陆续复工。 针对大量订单需要陆续配送的问题,建议主动向顾客发送邮件之前,通知配送延期及最新安排,并列明客服的联系方式,同时要及时高效地回应顾客查询,消除他们的疑虑,更新配送信息页面,告知最新配送安排清楚说明配送事宜,是帮助消费者设立合理预期的关键。 记得审视需要发货的订单数量,货源供应状况及配送能力,进行综合考虑,并在配送信息、shipping information页面相应调整配送时间,考虑到全球有多个国家都在密切监控疫情并采取不同措施应对。 我们建议您密切关注您的配送服务,覆盖国家的相关政策。 如果任何国家关键政策改变,可根据最新消息决定是否需要更新配送时效,客户要求取消订单时,尽量满足顾客的退款要求,尤其是未发货订单,提高其对品牌的好感和信心。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安抚顾客,暗留订单,确保顾客窒息最新的配送安排,解释配送延期的原因及采取的应对措施,并向顾客致歉,同时表示提供购物折扣。 3. 为客服团队提供相关的指引和资源,帮助他们了解如何以最佳方式处理大量客户查询。提前准备好常见问题,并提供尽可能清晰透明的回应模板,提高回应效率。 Facebook也提供了常见问题的讯息模板,供大家参考。 2. 来自Google的贴心建议,Google分享了针对B2C与B2B商家的营销技能,帮助商家们理清思路,重新进行战略布局与沉淀。 中小规模电商客户的供货仓库都在国内,没有海外仓。 生产物流均受限制,营销上要着重降低拉新成本,盈控投放成效。 不同广告产品的优化策略也为您准备好了。 搜索广告,要区分拉新流量,注重降低成本与效果流量,注重提高ROI展示广告。 检查campaign素材,移除无库存或者不能发货的商品素材。 视频广告系列,不建议贸然暂停全部视频广告,可以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做出如下调整。 降低成本,暂停品牌类视频广告,利用YouTube行动号召广告带来更直接的成效。 根据实际备货和物流情况调整视频广告地区定位,集中火力,无浪费每一分预算,精准流量来源。 控制转成本的前提下提高转化率,着重在营销受众清单的品牌重复曝光,集中投放重点国家市场。 若需要调低广告系列预算,在确保每次调整的降幅小于20%的前提下,相应减少同一广告系列中的目标投放市场。 排除非重点国家,YouTube视频素材免费做,如没有现成素材及相应的时间和预算拍摄新视频, 可申请Radio Builder工具版名单,轻松把图片素材转为15秒动态视频。 巧用YouTube发现广告,如分配YouTube上的推广预算较小,可把素材投放于发现广告。 通过关键词定位,让视频广告触达,对企业产品有高度了解意向的潜在客户,在YouTube上进行相关搜索的用户。 只有观看者通过点击缩略图选择观看广告时,广告主才需要付费。 付跨境物流政策概况本表仅供参考,请随时关注跨境物流情况。 市场缩紧,优胜劣开币将加速,然强者横强,弱者淘汰,再富。